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昨天有一個人提出一個明日大餘的方案 那個就是以前Tom.com的CEO黃昇 他提出這個叫做PPPP的方案 Popula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基金的形式 他叫做創新公私營合作的形式 去發展明日大餘 他們想著整個項目是冒一萬億的 其中一千億就用一個基金去持有 那一千億就是怎樣來呢 有二百五十億就是他們去想辦法去冒 差不多這個是GP General Partners 其餘的七百五十億就是LP 那LP是哪裏呢 就是每一個香港人是他可以認一股 那裏加起來就是七百五十萬股 他們有一個認股權證在那裏 每人大概就是一萬元 一萬元乘回七百五十萬 就是七百五十億 即是說你香港人可以參與到這間公司那裏 那裏 那裏 你不要的 那裏就給其他香港人去要買那些 shares 就是你有個認股權證在那裏 那裏 那裏作為一個GP 通常做一些基金 就有一個叫做裂口 裂口就是說 那二百五十億他負責去籌 另外那裏 那裏 即是沒有人認那裏 他就負責去包底 那裏搞到那裏有一千億 然後掌那一千億之後 就去發行債券 那裏募九千億回來 就加上一萬億去發展 那其實你募那九千億 亦都不需要是 怎麼說 不需要一次過發展 通常呢 因為這些那麼長的發展 是一些滾動式的開發 即是等同好像日出康城 由他開始規劃到現在整個完成 是說一個三十年的階段 中間你滾動了的時候 其實你是有資金回流 可以你去滾動去開發 那這個模式其實 不是什麼新事物 因為在內地很多基建 或者是一些叫做土地開發 都是用這些模式 亦都是有私人公司去參與 即是我的舊公司 以前都參與過崇明島的開發 即是上海實業 因為它是上海市政府 那下面的子公司 就負責開發 崇明島的那個任務 那它也是找了很多不同的夥伴 就找做一些規劃 就幫它做那個一級開發 即是做那個土地的七通一平 然後然後將那些土地 就去埋 那它從中賺那個工錢 即是規劃 還有工程裡面管理費 那除了這一間公司外 另外以前有一間叫做 中國新城市 China New Town 即是以前1207下面的屬下公司 亦都是在羅定 都是負責幫那個羅定區政府 就是做這些一級開發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政府是沒有錢去做一些規劃 也都是沒有這些經驗去做 那它是倚仗一些私人的公司 就幫它做一級開發 那當它開發到 賣了這些土地塊的時候 就有錢去找給這些人的數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普通 很正常的做法 即是在外國有很多的公共建設 基建都是用這個方法 那我覺得這個是未嘗不可 那也都如果是持有這些股份的時候 也都可以搭到順風車 如果那個明日大嶼 是那個回報很豐厚的時候 那也都不會走了它那一份 因為它始終都是基金裡面其中一份子 那今天想說的PPPP方案 就講到這裡了 那我就希望這個方案 希望大家都會贊成 就不會掏空了那個 那個香港的庫房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跟大家聊聊 拜拜